在科技领域 人工智能一定是今年永恒的热门 不论是工业机械还是大小家电 都在与AI接轨 今年CES上诞生于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的Brenco 展示了一款智能假手Bren Robotics 这是世界首款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算法 用肌肉神经信号控制的智能假手 这款假手可以捕捉佩戴者手臂上神经肌肉信号 识别佩戴者的运动意图 并将运动意图转化成假手的动作 通过软件用户可以训练假肢 执行无限数量的手势 甚至可以移动单个手指 弹钢琴和写术法 用户使用的手势越多 它就会变得越好越逼真 这款智能假手可能是人工智能 最有意义的应用了 PowerVision真迪 在本次CES上带来一只能嗨能飞的小巨蛋 PowerXX 集合了手持云台相机 自寻影AI相机 可收声无人机为一体 PowerXX的外观采用圆滑的弹性设计 因此命名为小巨蛋 而这样的设计也能够有效降低风阻 在固定机位的情况下 PowerXX就会变身成一台自寻影AI相机 可以根据目标的移动跟随拍摄 当然装上GP后 它就变成一台无人机了 这样一台多功能的相机 可以说是拍摄Vlog的神器了 潜水一直是很多人蠢蠢欲动的体验项目 本届CES上 水下智能装备品牌Sablo 推出全新产品 白鲨MIX PRO水下助推器 有了它海底深浅就没那么费劲了 本次Sablo研发团队通过升级推进器系统 不仅提升了电机的输出扭矩 还优化了推进器模块的流体动力设计 推进器桶的进出水效率大幅提升 使MIX PRO的速度提升了20% 最高达到1.8米每秒 同时MIX PRO的续航也延长近一倍 最大续航时间达到60分钟 值得关注的是 MIX PRO还可以搭载全新的水下摄影套件 可以将手机带入水下 最深可下达水下40米 同时不影响触屏操作 可以轻松记录水下的时刻了 生活中你一定有过上厕所 忘带纸的情况吧 来自PJ集团旗下的卫生纸品牌Charme 展出了一款测纸机器人Robot 这是一种自平衡的机器人 它可以连接到用户的手机上 当人坐在马桶上需要测纸时 只需要在手机上操作 Robot就会送来新卷纸 Robot的机器人还会通过传感器 分析卫生间的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的含量 然后显示在屏幕上 用于提醒空气质量 你可能想象不到 机器人还可以这么用吧 浴室已经成为现代年轻人 最长K歌的场所了 谁还没在浴室里好两嗓子呢 今年CES上科乐为大家带来了一款能放歌的淋浴喷头 通过插入内置的Alexo语音助手的便携扬声器 淋浴喷头就可以放歌了 当然在Alexo的帮助下 用户不仅可以在洗澡过程中播放喜欢的音乐 而且还可以查找新闻购物等等 这款科乐Maxi淋浴喷头采用了圆环的造型设计 而Alexo便携扬声器则采用锥形设计 在插入喷头后 扬声器可以通过磁力的作用固定到适当的位置 并且扬声器可以通过捆绑的无线机座进行充电 同时支持IP67级别防水 科乐透露整个系列的产品都会于2020年上市 在车上找不到手机 在包里找不到钥匙 很多人经常发生找不到物品的情况 怎样可以快速找到藏起来的东西 TriPolo的蓝牙定位追踪器可以解决这个麻烦了 TriPolo可以与手机相连并定位 帮你快速查找东西的位置 外观上 TriPolo像一个钥匙扣 可以把它扣在任何物品上 用户可以从App Store或Google Play上下载配套应用 然后将设备连接至一台或多台 TriPolo定位机上 就可以实现快速定位了 有了它 妈妈再也不担心你找不到东西咯 科技领域的新闻 一直以来男性受众都更多 但不发偏女性化的智能产品 CES上一面智能镜子吸引了不少人 这款HiMiro智能镜 它可以成为你的美容健康顾问 根据你的皮肤状况 本地天气以及其他因素 提供护肤化妆的建议 首先 镜子会拍摄一张素眼照片 然后分析黑点 红点 黑眼圈 皱纹毛血 以及其他副色信息 然后它会提供一份皮肤综合指数报告 长期使用 HiMiro还会记录皮肤的变化 看看所用产品的效果如何 用户可以直接提交产品的反馈意见 前沿技术的创新 无疑是最令人兴奋的 但这些有趣 有意思的小众产品 也在努力创造 更便捷 更智能的生活 你还知道哪些有意思的科技产品呢 留言 给我们一起分享吧